互联网金融风险转向以来,在各部门、各地的监管高压下,大量网贷机构退出互联网金融活动,存量机构违法违规业务规模明显下降。 据第一网贷大数据系统显示,6月份以来的40天,P2P网贷新增问题平台133家,行业风声鹤唳,如何稳妥有序加速存量业务活动和让违法违规机构无风险退出。 考验着各方智慧,新城爆雷网贷平台主动发布于期货停业公告,数据显示,6月份以来的40天,P2P网贷新增问题平台133家,其中,浙江38家,上海36家,北京和深圳同为16家,四者合计106家,占尽八成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上述133家网贷平台中,95家网贷平台,官方发布了相关预期或停业对付公告,占比71.43%,对比风险专项整治之前。 90%以上的问题平台选择直接跑路,关停网站,毁灭证据等,网贷行业乱象得到了有效遏制。 对于接连不断的爆雷潮,有分析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指出,主要原因有两个,一是外部原因,经济费高速挖斩下,特别是今年整体的监管格局是机构去杠杆,市面上的资金相对网民处于较紧的状态。 很多企业债务违约率上升,包括融资渠道丰富的上市公司都频繁暴雷,导致关联的P2P网贷平台出现预期,而且企业融资规模都较大,一旦违约就是大事,不发平台就算想自己都抵,可能也没那个实力。 二是内部原因,一些平台爆雷并非偶然事件,而是必然事件,一方面,随着市面上资金收紧,往年的一些骗子平台,高反例平台窟窿大了,旁视骗局难以为细,爆雷只是迟早的事。 另一方面,部分平台本身产品不合规,风扣能力差,坏账高企,投资人情绪恐慌出现挤兑,资金链断裂在所难免。 中国P2P网贷指数负责人胡尔义在接受正确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在出雷的平台中,有经济非高速发展的外部因素,但主要是内部原因,平台自荣,八方假标列标,庞视骗局,缺乏自主在学能力等等。 在P2P网贷行业的强监管时代和经济非高速发展下,上述问题平台必然面临淘汰出局的最终结果。 历经了近两年的风险整治,P2P网贷已不再是从前鱼龙混杂的局面,平台们已从偷偷跑路,到期程度能大方公告,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治工作的正面成效,整治时间表意定期待行业软着陆。 近日,央行召开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,下一阶段工作部署动员会,央行副行长潘工胜指出,再用一到两年时间,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,化解存量风险,消除风险引化,同时初步建立适应互联网金融特点的监管制度体系。 潘工胜强调,整治下一阶段工作极为关键,各地的高度重视,从事而来,坚定不移,加大统筹部署,稳定工作机制,明确政策界限,聚焦重点业态,区域和机构,完善整治方式,强化整治力度,引导机构无风险退出,开展行政处罚和刑事打击,稳妥有序加速存量没法违规机构和业务活动退出。 胡尔亦认为,可以预见的是,接下来的监管政策只会更为严厉,大浪淘沙使建金,网贷行业正处于良弊淘汰劣币的阶段。 在风险释放期,建议监管部门尽快出台推出机制和保障机制,有效地化解风险,帮助行业软着陆。 而对于P2P网贷机构,只要合规,脚踏实地做好风控,专注并整合于综合信息中介服务,就有可能真正向有稳定持续运营。 从目前各地网贷整治情况来看,深圳市目前的网贷维稳成果比较突出,有数据显示,截至2018年6月底,纳入中国P2P网贷指数统计的基本正常经营的P2P网贷平台。 深圳市为372家,深圳1101家网贷平台,729家含各种问题平台414家,已通过多种方式退出,大部分实现了软着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